大家好,我是阿菲 今天去山里看看 出的相对较早的牛肝菌 已经开始有了 我现在去家附近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今天就比较业余 没有背篮子 就拿了个塑料袋 因为能不能找到呢 还不知道 我在这附近转了一会 不要说黄牛肝 就是我说的葱菌 连普通的野生菌 中继都还没有发泄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 把我们再转转看 我没有空手而归 然后呢 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这个野生菌呢 在这种比较低洼的地方 还有呢水分比较充足的地方是长出来了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趟呢我没白跑 嗯 就在这里啊 这个是嗯 一个山庆庆的中 就有一条沟啊 有点像水沟的一样的 山水的沟 然后你就发现 那我注意看 就在这种地方 哇一般人我估计 找不到啊 看 南白色的 嗯 这里有一朵 但是这一朵 不知道为什么 哇 这根本就不是一朵 这是一群啊 看 展 这个样子的 然后前面还有 这里 这里 那些 这里我猜呢也是一群啊 然后 你把这个土扒开 你看 土扒开 你发现 他们也有 蛮小心的 再把土扒开一点 没发现 的确 的确 的确是有 哎呀 我要一定要拼毕的拔 三 四 五 六 哎呀被我拔 还是被我拔坏了 都没有底底啊 本来它是应该是 本来它应该是 一坨的 看 本来应该是像这样长在一起的 然后被我 不小心拔坏了 呵呵 是不是超有意思啊 很开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是打算来转转看看而已啊 没想到出了 就很开心啊 这个就是滑牛肝啊 其实也有人叫它 就是叫它白葱啊 葱菌啊 我们这边最 最最最 那个叫法最多的就是叫葱菌啊 就是白葱啊 还能不能就把 这点和这点收入篮子中 然后在附近再看一看啊 我觉得应该还还会有啊 然后发现我没带篮子啊 没带篮子 先放这一会儿 放点这个松枕 放叶子 然后再把这个小蘑菇呢 放进去了 是不是 然后什么越看越好看啊 嗯 应该够吃了 这几朵就够吃了 刚好够炒一盘啊 那时候我也会有差吃法 像这个季节呢 我每次上山呢 都会抱着一种空手而归的这个态度呢 去山里爬啊 有的时候呢 就真的空手而归了 明天呢 还好 还是找到了几个啊 嗯 现在呢 不回家啊 我还要继续找一找看看 有没有回家 又转了 接近一个小时啊 什么都没看到 还是 嗯 什么呢 挤到这几 这几小朵 还是 比较看运气的 今天运气不错 现在呢 嗯 回家啊 回家呢 看看啊 要不把它吃掉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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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給我一把所有余子 醬汁 我現在也要把所有余子 我會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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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教我 你會教我 我會教你 你會教我 你會教我 我會教你 放入鞋子 放水 水 放水 把油 鱼 鱼 鱼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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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水 就用鸭萝卜 明天队 胡椒 放入 放在小液 野生菌就炒出来了 炒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来尝一尝 很脆啊 脆脆的 然后其实这些牛肝菌呢 有个共同的味道 就是牛肝菌用油纸憋炒出来 就会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这就是牛肝菌受欢迎的地方 这个香味很不错 像这种微微的有点椒 这个是最好吃的 有点滑有点脆啊 那口感很独特啊 大家炒这个野生菌呢 一定要尽量的野餐烹饪世界 这些牛肝菌种类呢 大多数是有毒的 在炒不透的时候呢 是有毒的 就是炒不透是什么呢 就是烹饪时间过短啊 所以是导致中毒的主要原因啊 像这种比较干的 你就更好吃了啊 嗯 就更香了 好 这期视频呢 今天就将是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咯